首相拿多斯里伊斯麦沙比里今天抵达越南 展开为期三天的官室访问 这也是伊斯麦拜向以来 应越南总理范明正的邀请 第一次访问越南 首相与夫人拿听斯里穆海妮 是在今天下午2点45分抵达河内国级机场 获得担任四从部长的越南政府部长 兼政府办公厅主任陈文山的迎接 首相明天将出席在越南主席府 举行的官方迎接仪式 并且和越南总理范明正来合影 两国领导人还将针对 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进行文件交换仪式 包括关于法律 劳工招聘 谅解备忘录 马兴社与越南通讯社交换文件等等 伊斯麦沙比里也计划和几家 有意在我国拓展业务的越南企业代表来开会 同时和旅居河内的马来西亚人交流 按照行程安排 首相将在后天早上 接受我国媒体的访问之后 启程回国 启程進行赫鸣模游位 编号